哇这片好漂亮哦 那个车就是旅游的 那个车就是旅游的旅游景点 他都能上去看 这片跟单霞一样啊 这个里面挺好看的 对这片就是单霞 这也不算 你看里面还好 你看这全是以前老师与工人 在这挖山采油 采油以后人都住的地方 当时以后来这个地方没有房子 他们就在这儿 住在下面不危险吗 不危险啊 以前应该有狼啊什么的吧 没有没有啊 人一来野生动物他就走了嘛 哦是是是 哇我以为要去什么洞里面 那个时候要上万人呢 上万人就全部住在这些小洞里面 对 我到前面应该可以看得清晰一点 下面那些洞一个洞能住到人呢 有下去看过吗 去了去了去了去过 好震惊啊 这一片根本就跟那个张岳的单霞很像嘛 就那一片 哈哈哈哈 一个山带来的 里面还有 那边是在开采什么吗 今天风大了 你要完了以后 今天别走了 啊 今天别走了 别走了 住到这 哈哈哈也可以啊 卫生间也有啊 嗯 那下去是怎么下去啊 下去从这一个梯子 可以直接到下面 啊 哇 老军庙 啊 采油平台 看那以前都有都是人没事干了 看一小房子 它都是种地的 看一看 哦 对对对 现在没种了吧 啊 上面还有田呢 这些后面的树啊 这是后期开发的 是 后期才弄的 大哥说实话 这边根本就跟旅游景点一样嘛 对 现在就是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红色旅区啊 红色旅区啊 那他收费吗 来这边旅行的话 嗯 他只是可能带上你来后 就让你们来以后消费一点 是 闻票就没有了 嗯 你把雨色 你完了以后 你把雨色 骗子 剪一下 哦 嗯 从这下去 然后就拿 你看雨色地方都有日址 看那个日址 看那个 有个圆圈里面 看一看 看什么 那里面上去 那里面是油库 练鱼场 那个还有一个练鱼场 那是小练鱼场的 当时建下来土的 看那个 一两个墙 看见没有 是 啊 哇 这里面 这里面 就当时那些老革命 老师有革命 老老革命 老专家 都在这里面住过的 都在羊里面住过 嗯 都在这住 你看 那里面从这儿看 才有代价 你看 是 其实我们这个景色特别好看 对 这景色已经是 嗯 旅游区的级别了 下了雨啊 下了雨 站在那个山头上 然后去看那个山头 照还能想 才也好看 其实这边的地层也很有意思 嗯 它是分层分段的 而且每一段都有颜色 像我们现在这地方 黄洋多得很 黄洋 啊 黄洋多得很 现在都不让打嘛 不让那个山 不乱打 对 我们过那个山前桥 你看见那个桥 那个桥以后 当时在 共和国选脉的时候 嗯 在那个桥上拍过 好几个镜头 是 嗯 那个小洞 选脉 共和国选脉 现在拍了当今大半年了 那现在那些窑洞 游客可以进去看吗 可以进去啊 哇 我倒是很想进去参观一下 应该是 下面这条路 嗯 来来回回 两公里是有的 嗯 要到下面的桥过去 你看这样 你拍完 你拍完这样 你把车锁了 啊 车锁了坐我的车 我帮你 你带雨衣了没有 啊 雨衣 我车上有 有啊 应该有 你带个雨衣 不然就会 不用不用 下水 我不会感冒 不会感冒 不会感冒 零食了怎么办 没事 我车上有衣服 哈哈哈 行 半地 那你穿个冲锋鞋之类的 不用不用 不用 还是没有 行 不用那就走 我帮你拉下去 要少跑多了 哦 然后我上来 你就上来就从这里 好好好 好 走吧 嘿嘿 我可能就有事 没事 完了以后就回 你加个微信 完了以后我给你 今晚要走 我一会 电话留给你 然后我下班了 我请你吃饭 不不我请你 我请你 我请你真的 哦 你在这 在那个 一会你停到哪 停到哪不是一个公园吗 嗯 一个公园 你吃吧 那个公园的地方 然后那个 风险出 我想就在这里停吧 这地方海拔一点高吧 没事 没事 我最高是4600 4800 我都停过 这是2400多 还好 这个地方 没有 还真下雨了 嗯 这个地方2000 这七片风景也非常美 如果车可以开上来就好 应该也可以 还真可以 没有 没有阶段 啊 我们的车有牌照 我的车是进不去的 你的车进不去 行吧 这EV科就是声音大一点 啊 这个排量2.0以上吧 啊 这个那 2.8的 2.8 2.8的 非常够力 啊 好感觉 啊 他等下会响的 去走 好 我到下面去逛一逛 应该是 刚刚从那边下来的 这边可以下去 然后 看一下他们里面 以前住的 地方 啊 好高哦 实际上要爬上爬下 还真的是挺累的 这边呢 就是以前工人 第一批采矿工人 来这边住的地方 好简陋的地方 就是挖了个洞 然后人就坐在里面 挺艰苦的 上面我就不去了 我去的话 我就去 下边 下面是没有人工破坏的 这边已经是 人工修复过的 一些遗址了 是给游客看的 下面才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看一下最原始的状态下 是怎么样的 不过也是有一点风险 它上面呢 因为这一片 是属于 这一片呢 是属于油田 也是还是有一点风险的 人烟比较稀爽 老哥说 有人的地方 动物就会走 那边没有人 如果有什么 黑虾子啊 大脑斧啊 大脑斧没有啊 狼呢是有可能的 在洞里面 住着我就过去打扰人家 就不好了 那个是我们刚刚下来的地方 就那么一点点了 这里攀升海拔都 最小三百米以上 怪不得他还要送我下来 爬下来是挺费力的 看这些就是原始的洞府 人工窑洞 要上去还是有点费劲 都涨漫杂草了 应该是用来隔开 像我们这种好奇心很重的游客吧 找个好一点的道再进去 看这种好奇心很重的 看这种好奇心很重的 有点像枸杞 不是 哎呀 哎呀 哇 哇 太久没有人来了 土壤都是非常疏松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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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以前烧火 剩下点痕迹 这是个灶头 有个烟冲口 取暖的同时 那边可以排气 可以炒菜 做饭 以前的地片员工 地片来这边工作工人 真的不是为了钱 太辛苦了 没有厕所吧 就这么一个房间 我看了一下 外面加起来也不到50个洞 不到50个洞什么概念 1万个员工 不到50个洞 平均一个洞 200人 不可能吧 我都把自己逗笑了 没事 没东西 像这种生活条件 无论是哪个年代 包括他们以前那个年代 也是属于很艰辛的 我们刚刚路上刚过来的时候 又是刮风 又是下雨 下冰雹 好 我们还好了 有车可以挡一下 但是以前的人呢 连个门都没有 真的是封山露宿的 但是 这片油田 一样被他们干得很好 而且干就是几十年 敬佩之情 油燃而生 好吧 也要回去了 这个天气现在放晴 说明等下又放冰雹就完蛋了 我们要几十年 一样 在柠檬中 你 看来 那是 一个天气 有点 那是 是 我 那是 我 我 那是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刚航拍完了外面的风景 我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 这里跟张晏那边是差不多的 也是丹霞 我觉得是丹霞的 超级美 但是它因为有人工干预的原因 我看有的三代 它多多少少是有点滑坡 各方面说实话还是没有那边那么好 但是这边的话 现在虽然说是流景区 但是它免费 它风景一样很好 它一眼看过去那种雄壮 那种伟丽的感觉 来了自己都能够体验得到 好了 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做饭了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外面还没有下山 喜欢我们视频 请关注我们哦 拜拜